离婚之后他还有问你要过钱吗 要过 为什么 他说那个不是我们买 原先买了个车子 就是卖给别人拿货 那个货没有下 他都说去把个车子下货 要花好人要花了点钱 然后他就说叫我给他打钱 他就马上要办 他就给我打一千二 那就小孩都感冒了 我也没钱 小孩又感冒了 我说那我给他打一千四吧 我说他直接的跟他打一千四百块 你们离完婚之后 孩子是跟着爸爸一起是吗 然后我回家的时候 不是有两个多月了 回家我就说给他机会嘛 改变了 我想他回去改变了 我就给他互婚嘛 然后回去 我一回去空调卖了 二天 儿子还在别人家睡觉 热的 我们那里太阳晒的 很热的 儿子在别人家睡空调 我们自己空调都卖了 我气了 我感觉都吵了 我真的想 我说我自己好欠的 我离婚了还回去 我自己感觉自己太贱了 我都感觉 我自己就不想活了 那种感觉 那种心的太疼了 我就回去给他机会 我想到是这种 你后来做了什么事 我就想自己 鸟转了 我真的不想活了 我听说你拿头撞墙 撞了两个小时 感觉我自己太贱了 回去给他机会 没想到把我气了 什么 我刚买的什么都给我卖了 那你为什么自己 要拿头撞墙呢 我自己感觉 我今天还给他机会 如果这里有专家的话 我就想跟我老婆分析一下 或者看一下 她那个脾气上来的时候 就像砸了膜一样 整个说整个劝都不行 我自己感觉